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男嘉宾 闪亮登场 抱紧的那个人 沿着和你相遇 环游的星星 怎么可以拥有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温海林 来自吉列邮政府满区分公司 现在做的是一名普通的柜员 平时的爱好 喜欢长跑 喜欢打羽毛球 健身这方面的话 可能确实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 但你愿意健身吗 当然了 上来就是只给的 把这个女嘉宾刚才 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她都跑出来 比聪明的小伙子 快给我们如实地坦白 这140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月末的时候 我在一个农村的网点去上班 刚开门的时候 来了一个大娘 她进来就敲着那个银行窗口的玻璃 问小伙子能不能汇款 有点着急 我说大娘您坐着 您好好说 怎么着急了 什么意思都可以做的 然后她就把钱摆到面前 然后我们煮了十七八分钟 十二十万的现金 然后她说我家里有点事 我需要把这个钱汇到某某银行的一个账户上 我说好的 那想要汇多少钱 她说我这个存折 还有这几张卡加起来 一共有一百三十九万八千七 她说我全都需要汇到那个银行张 我说大娘咱是农村人 为什么呀 为什么挣不着急 挣不多钱 一辈子我感觉都攒不了这么多钱吧 我都叫奶奶了 因为岁数真的很大 头发花白花白的 她说我儿子出事了 我得把钱汇过去 我得救他 要不然他就要被抓进去了 她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这正常的工作人员都明白 一定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我说那您打电话去了吗 她说打了三天电话了都打不通 然后这时候奶奶的眼泪就已经下来了 我们说了都有二十多分钟 当时行长过来了 问我怎么个情况 我就简单地说了一下 奶奶可能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 就是我在窗口里面 她在外面 我们围着她就在那闹 后来慢慢地 她就是心情平复起来了 她就说 确实是有外地的电话给她打电话 然后大概聊了都有三十多分钟 后来突然着急了 然后她就说把钱给我我要走 我们哪敢让她走 正好派出所的 就是警察同志们也来了 然后核对了一下这个信息 确定了 这个钱是不能汇的 就当时奶奶那个手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她紧紧地抓着那个柜台 紧紧地抓着 她真的很瘦很瘦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 就像钉子一样狠狠地握着 感觉都要赚出血来 她一直在流眼泪 我就是觉得 如果说我没有管这事 如果说我没有核对这些信息 如果说我疏忽大意了 我不在乎 我就想办完这笔业 我把钱汇出去了 那是一个家庭 一个人吗 我感觉那是几个家庭 几辈子的事 我 不好意思 这可能是小文在她的 职业生涯当中 非常漫长 而且是记忆犹新的45分钟 还好 还好我做到了 其实我刚才也是 有点心酸 有点难受 就很不明 因为我知道电信诈骗 其实挺恨人的 然后其实你作为一个会员 你听到这个故事 你就一定要支持她 然后一定要帮助她 我觉得是一件 特别温暖的事情 非常好 刚才我们了解的是 这个小文等于 她的工作的一面 其实想绕回来说什么呢 小文在大学期间 她是他们学校的 最强变手 以后生活当中 那还不得她说啥 就得听啥呀 你还变什么劲啊 对的 那这算优点吗 主持人和变手之间的对决 但咱得听听 她是哪种风格的变手 行 万一她每次参加 大家比赛都输呢 哈哈哈 江老师您给出个考题好不好 谈恋爱里边 是情商更重要 还是智商更重要 你挑一方 老师您想选哪个 你误会了 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变你 明白了 折扎屈博 挑一个你最擅长的 我觉得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那先让我们江老师 开篇立论 我个人认为呢 在恋人相处的过程里边 智商更重要 因为对于一段完美的恋情来讲 温情是打底的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边 如果只有温情 只有好的情绪 那么还不够 有可能对方进步得快 你这边跟不上 就会形成差距 差距一来矛盾极佳 我不否认老师的观点 一个人提升得很快 一个人提升得很慢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 能力方面有一点点差距 再一个就是 没有涉及到 特别有效的沟通 就是我觉得沟通的话 是情商比经常更重要 沟通呢 很多环节都需要智商 我们要理解对方的语言 理解对方的语言结构 对方的这个辩论逻辑 或者对方的沟通逻辑 更准确地来说 智商是情商的基础 智商决定了情商的高度 比如说两个人 智商方面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一个人的情商更好 就是他能够引导对方 更有效地沟通 更积极地去交流 然后两个人 共同学习 共同去进步 我个人的观念 还是觉得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今天有没有 我觉得我的论点特别简单 就是这个人需要先有智商 他是先理智的 在智商的基础之上 他才会有情商 我们今天的话题 是在爱情里 情商和智商哪个更重要 不是说我们哪个先哪个后 因为智商这个是先天的 是前提 但是情商在后期 一定是慢慢的 你自己可以去提升去学习的 但智商是标准了 我们每个人的下限在哪的 情商拔高了它最高的高度 决定它的上限 对 这人辩论你赢了 好吗 行 就你会说 有没有后背冒冷汗 已经出汗了 他说我撤回 我撤回 你要选一个这个心仪的女生 你是认为她情商更重要 还是智商更重要 我选的话我选择智商 我觉得我的情商还可以 我需要有一个智商比较高的人 我们两个一起去沟通 她带着我学习 我和她一起去进步 那你意思是 夸对面的这个女生 你觉得她智商更高一点对吗 这个我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您帮我说了 你想为什么这个节目让我主持吗 月亮代表你的心啊 听过月亮惹的祸那首歌吗 平时你好像在集团当中 还会涉及到带货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销售的部分 对的 是邮政农品 主要还是为了符合我们现在 当下的这个乡村真心的战略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想问对方什么 谁先问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了 您是更喜欢一句话不说 闷着发脾气也不理人 还是说我们积极地去沟通去吵 就是这方面的话 您是怎么想的呢 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特别想问的 我觉得我的性格会先吵一下 把这个情绪先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情绪释放下来之后 我们双方两个人再冷静 然后再去沟通把这事情解决 对的 就是我也完全认同您的观点 吵 咱们就吵 就吵 只有吵了 沟通了 事情咱能解决 我战战兢兢地替男生问女生一个问题 你说实话 两人真的吵架架来了 而且这个事没有对错 你真的允许你男朋友跟你对攻吗 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 那我给你一个选择题 三个选项 就这个情况 你希望你男朋友温柔地听着 耐心地等着你的情绪消解完 再跟你讲讲他的想法 B 对攻 情绪嘛 都宣泄完了 然后两人坐下来一起讲讲道理 说说这个事 C 就是他属于那种冷静男 纯讲理 听 你吵 我不跟你吵 你听完了 我给你巴巴巴讲完道理 我认为这个事是这样的 A B C 你挑一个 A吧 A 是吧 对对对 对 所有姑娘都会选A的 但是世界上A的男人不多 对 有我 有我 我就是 真的吗 不是 你是最佳变手 他又绕回来了 又圆回来了 最佳变手 对 我们在心理学里 是有专门教吵架的技术的 叫做发言者倾听者技术 指的是说 吵架的时候我先表达 然后我表达的时候呢 你要倾听 两方都明白了之后 我们再来商量 这个事该怎么办 所以小温听懂了吗 听懂了 是吧 你先听我们说 知道了不 对 就是跟你吵架的时候 你不回应也不行 你说多了也不行 人家没说完 你没认真听也不行 小温不会怕 我给你一句话的建议 也是给看我们节目 所有男观众的建议 就是男生什么时候崩 分析女生动机的时候 特别容易崩 你就记着不要分析 他没有为什么 他就是情绪来了 你把这一波接住了 然后没崩 后面呢 就比较好解决了 但是这个是需要两个人 彼此之间好好学习的 那我们也知道第一轮 那一共有十颗爱心值 分别分配给四位男生 是吧 所以首先我们请一号男嘉宾 先台下休息 先回避一下 我们的投票环节 这就是一个印象分 这就是一个印象分